现在要解决sinx等于cosx x的范围是0到360度之间 那做法是怎样呢? 你会看到左右两边都有个tricholometric ratio 我们可以等式的左右两边除cosx 目的是什么呢? sinx除cosx就变成tanx 右边cosx除cosx就变成1 当然这里有个限制的 就是cosx要是non-zero 即是不等于0 所以最后你做完的final answer x出来之后 你要是make surecosx是不等于0 所以那些答案就有机会要reject 那你就得到tanx就是1 这是很典型的tricholometric ratio的equation tanx就是subject 右边就是这个数字 接着就可以去下一步了 就是了 我们先去找reference angle 做法就是shift tangent1 然后输入 那这里就是45 这次刚好这里就是正数 ok? 所以就是shift tangent1 如果这里是负数的话 你是不需要入负的 譬如tanx是负3 那你找reference angle就是shift tangent3 你是不需要入负的 用正数去找reference angle reference angle 就是45度 第二步就是要找回x的quadrant 就是它分在哪一个格子里面 因为tanx是正数 所以x就是分在第一个quadrant 或者第三个quadrant 就是黑色的就是黑色的 就是45度 所以最终的解析 就是由positive x axis 逆时针 量到斜线那里 就是红色的 那这样子也是45度 所以x等于45度 就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 就是说x在第三个quadrant 所以斜线在这个位置 接着reference angle 是45度 我们就由这个 negative x axis 量一只锐角 去到斜线那里 那就是黑色的就是reference angle 那答案就是红色那一只 由positive x axis 逆时针去到斜线那里 不理你是锐角 顿角 还是反角 一定是由positive x axis 逆时针 到斜线那一只角 就是你的final answer 所以就是180度 加黑色这四十五度 整只红色的角就是225度 那这些正方形的东西 你就在草稿里自己完成 或者自己在草稿里画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present在那个试卷那里 只要present在试卷那里 只有这几行的 执回tricholometric ratio 做subject 然后下一步 就出回x的度数就可以了 x是45度 和225度 那这里做多一个步骤 就是试试 按一下x是45度 代入cos的时候 cos45度会不会是0呢 发觉不会 同样道理cos225度 一样都不会等于0 所以这两个答案都要保留的 这个就是最终答案了 你考试的时候 只需要写1、2、3、4 这四行就可以了 正方形这些就是你的草稿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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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